用紅龍圍起警戒線 郵局櫃台前擺了好幾個水桶 地板還鋪滿地毯吸水 時不時就有雨滴滴滴答答 掉落水桶裡 但這裡是高雄的門面 小港機場的出境大廳 緊急的應變我覺得還可以 只是說是門面上可能就不太好 應該要多撥一點錢 把這些基礎設施再修好一點 畢竟是台灣的門面 來來往往這麼多旅客 看到國際機場 卻是用水桶接水 甚至管制區內的23號登機門通道 位在免稅店旁 還擺放多個紙箱 套上塑膠帶來接水 似乎怕旅客以為是垃圾桶 旁邊放上誤丟垃圾的提醒 難免讓旅客覺得很露氣 不光是小港機場出境大廳 有漏水情形 其實連裡頭的登機門 也有類似狀況 就是因為28號這一場豪大雨 但其實小港機場漏水情形 已經持續快三年 雲下的比較大就會有 會稍微漏水 之前也會 對 當時真的有很大的 太大了啦 跌的跌的我們來營那個 三腳盤 還在地鐵 我們這樣放在那裡 早就見怪不怪 畢竟小港機場啟用將近三十年 漏水情形持續有三年之久 在出境大廳的天花板 肉眼就能看到 都一塊細一塊裂痕 即便隔天出太陽 在郵局上方的梁柱依舊在漏水 還有好幾處擺著小心地滑的標示 高雄機場在今年一百一四三年 已經編列五千八百萬的預算 要來辦理國際航廈防水的工程 目前是在辦理規劃設計作業中 這幾年來機場一直有用 汐利康等工具做防漏 但補完以後下一次大雨還是漏 如今高雄機場正在進行新航下建設工程 防水也編列預算 必須讓漏水問題徹底解決